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冒充网友见面 孩子妈妈却毫不领情 爷爷身患重病 为何给了民警一个临终嘱托 我当时就答应他 然后说没事 有个表哥是警察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7年7月5日上午 我们跟随浙江省三门县 珠澳派出所民警陈颂 来到了三门养老院 看望一名叫小芳的女孩 没想到小芳一见到我们 就闹了起来 那我们走了 我说你不出来那我们走了 小芳一会儿关门 一会儿跑走廊 一会儿又观察大家 既像是闹情绪 又像是躲猫猫 大家一起和小芳好一阵子 她才等安静坐下来 把她做东西越砸了 等下子给你带来都越砸 小芳属于二级精神残疾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立 小芳的身世也非常复杂 小小的年纪 正是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 可小芳的身边 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年轻的 我就想告诉亲家叔叔 小芳曾经四处游荡 直到住进敬老院 生活才算安定了下来 看见民警陈索 小芳非常高兴 她已经把陈索当亲人了 每次看见她 小芳不是嚷嚷着要出去玩 就是吵闹好一会儿才罢休 你为什么不要我见你一地 想见谁啊 我想见你一地 小芳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方式 来表达情绪 每次陈索都好言劝慰半天 才让小芳的情绪平复下来 妈妈最近有没有见过她 没有见过 跟她说好吧 让她抽空有空来看你好不好 小芳情绪多变 说话也颠三倒四 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想妈妈 小芳的妈妈叫张晓芹 已经在婚多年 据知情人说 她一直躲着不见女儿 妈妈快过来 要不然是在婚里 就是说她妈妈早就改嫁了 那嫁到哪里都不知道 然后就说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她妈妈 她有时候上次一次 我们把她送到妈妈那边去了 她妈妈看到她的娃 她就跑 她妈看到女儿就跑 她就跑 她就不过这个事情 陈索想了很多办法 最后通过小芳的姨姥姥 才找到了在一家包装工厂 工作的张晓芹 小芳的妈妈对女儿不管不问 大家劝了半天 但是她找各种理由不看孩子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这对母女 女儿叫小芳 今年十五岁 智商有一点问题 表达的也不是特别的流畅 但是我们都能听得出来 她很想见妈妈 可是她的妈妈呢 不太想管这个女儿 这让大家都非常费解 为什么这位母亲 会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有这种态度呢 母女之间发生过什么呢 2012年民情陈索去一个村里走访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整天脏兮兮的 别的孩子都上学读书 可这个女孩却总是一个人在村里游荡 这引起了她的好奇 这个小女孩就是小芳 经过跟村民和村干部询问 陈索才了解到 小芳这孩子很特别 她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世 这个小芳从她一生出来以后 能回走路来 她的妈妈就走了 她爸爸就 把刀切这边就坐牢了 她家里就没有人 真相就是她爷爷一个人 小芳的爷爷没有文化 加上地里的能活多 爷爷不会 也无暇管教和照顾孙女 所以小芳成了个野孩子 整天脏兮兮的 村里人看见她都躲着 我家闻不了 太重了 没有人鬼 太重了 一把小孩都不跟她闻 陈索还听到了 一个让她震惊的消息 小芳患有精神残疾 智力比普通人要低下 结果小芳她书读不进去了 然后就自己要逃课 学校又管不了 后来到12年级的时候 有的老师给她这么吵 不听话问 就干脆你不要来 你说不来她又要去 她走到那里学校去 逛街圈就跑回来 她坐不住的 她小孩小时就是流浪一样的 在好的肩负下 小芳还是能学到一些知识的 陈索觉得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让小芳回到校园 否则再这样下去 小芳就很难回归正常的生活 所以她决定要帮帮 这个可怜的孩子 于是她找到了 小芳的爷爷 然后我就想着 怎样能够让小芳 回到学校里 回到校园里 做她这个年纪 该做的事情 经过多次加防 民警陈索 终于说动了小芳的爷爷 爷爷答应 以后要按照 陈索给出的建议 好好照顾小芳的生活 也督促小芳 让她重新回校园 努力学习 然后后来基本上 小芳也会 准时地会去学校 但是她的性质是 那个这样子了 你还是会经常 然后那个翘课 逃课 每逢过年过节 民警陈索都会代表 珠澳派出所 给小芳家里 送去生活用品 时间久了 小芳越来越信任 这个热心的民警 还逢人就自豪地介绍 这是我表哥民警陈索 在珠澳派出所上班 他叫陈索 当然是我表兄 他说今天又 陈索把我送回来了 那有的时候 他说我中午没办事 我就去派手去吃 也许正是因为 自己有了一个民警表哥 小芳每次在村附近 乱跑乱逛 回不去家的时候 他都会打电话报警 或者让人们打电话 给他的表哥来接他 父母都健在 他为何住进了养老院 民警办理户口 遭遇困难重重 我们一说自己是 派手所的民警 然后他就挂掉了 有个表哥是警察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村民们的眼中 这个小芳是一个 不讲卫生 智力低下 还不太好接近的孩子 但是在陈索 和他的同事们的眼里 小芳是一个身世可怜 需要格外关注的孩子 在陈索的努力之下 小芳的生活逐渐地 朝着一个正常的方向 在调整 但是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变数 2016年的时候 小芳再次遭遇了意外 2016年 小芳的爷爷突然身患重病 陈索去小芳家里 看望他爷爷的时候 爷爷却给了他一个临终主托 原来小芳的父母是未婚生子 也没给小芳闪户口 爷爷担心自己离世后 小芳将无依无靠 他希望陈索 把小芳的户口问题给解决了 我当时就答应他 然后说没事 你这边好好养伤 你好好养病 我这边无论怎么样 我都会把他户口给办好 然后他爷爷听了之后 那当时也是热泪盈眶 反正流泪了 没几天小芳的爷爷就去世了 小芳暂时由亲友抚养 但没有户口 一切政策性照顾 他都无法享受 加上小芳喜欢乱跑 如果走丢了都很难找回来 陈索深知户口对于小芳的重要性 但是办理过程 却充满了各种艰辛和困难 他当时小芳 是他母亲生在自己家的 那生在自己家 没有去当地的卫生保健部门 去补办出血医学证明 没有医学证明 就需要做亲子鉴定才行 可是小芳和父母三人 一起去做亲子鉴定 这个环节却很难行得通 小芳父亲在广东多次入狱 出狱后人也不知去向 小芳的母亲患有 轻微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对陈索的要求 小芳的母亲非常不配合 第一 她母亲已经改嫁了 虽然说人还在我们三门 但是平时都是比较不配合 这样 要采集父母和子女三方的血样 看来是行不通了 经多方打听 父亲实在找不着 陈警官非常着急 2016年浙江省民政厅发文 要求没有户籍的人口 全部依法登记户口 这对于小芳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 于是陈索找相关部门多次沟通 希望小芳的户口能特事特办 然后就说 他父亲那边实在采不到了 那我们就把他母亲的电影学院给采到 然后再把小芳的电影学院给采到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然后我就心里送了很大一口气 让陈总没想到的是 本来看似非常容易地采集血样的工作 在小芳母亲那里 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母亲是很抗拒的 然后他说小芳的任何事情 他也跟他没关系 他说很抗拒就是回避我们 采集到母亲的血液 是给小芳上户口唯一的方法 因此小芳母亲无论如何拒绝 民警陈总都要克服一切困难 让他同意 他同小芳的母亲开始了拉锯战 民警陈总仍旧不放弃 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小芳的母亲 打几次电话 请求他同意采集血样 但是他不仅拒绝了提议 还把陈总的手机号拉入了黑名单 打电话这个方法 显然已经无法说动小芳的母亲 思来想去 得知小芳母亲喜欢和网友出去玩 陈总想了一个十分无奈的办法 冒充网友见小芳的母亲 面对民警上门恨求 他冷言冷语扬长而去 然后他说自己整天要忙着上班 你看他现在才几点钟 他就下班了 究竟为了什么 他对女儿如此冷漠 有个表哥是警察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就这样 民警总算是找到了小芳的母亲 这下终于可以当面劝他采集血样 和小芳进行亲子鉴定了 但这事并不顺利 小芳的母亲坚决拒绝做亲子鉴定 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了 谁都知道户口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户口 小芳以后在社会上立足会非常难 跟小芳非亲非故的民警们 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孩子 这个亲妈为什么就这么冷漠呢 当年她经历过什么呢 陈耸他们只好冒充网友 总算见到了小芳的母亲张小芹 可是张小芹还是老样子 依旧坚决拒绝做鉴定 陈耸也坚持不放弃 他又找到了张小芹现任的丈夫 让他做张小芹的思想工作 那个结果是 他母亲的现任丈夫 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然后他去做那小芳母亲的思想工作 然后到后来 让他母亲同意了 经过同小芳母亲的斗智斗勇 小芳的户口才顺利办好 之后陈总又给小芳申请了政府的低保 但是与小芳相依为命的爷爷已经去世 母亲连采集血样都如此排斥 照顾好女儿小芳的生活起居就更不可能了 然后他说平时自己孩子也要那照例 然后再加上那个小芳她这种性格 就是很喜欢三两头要跑出去的 就说要往外跑 然后她母亲说 她那个照顾不了她 不可能24小时就跟住她 然后就推掉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 张小芹不管小芳是有原因的 2002年小芳出生后不久 她的父亲就入狱 小芳母女二人就被接到了外婆家 然而张小芹带着小芳在娘家住了一年左右 小芳的爷爷找上门 小芳当时才一岁多 就被爷爷从母亲张小芹的身边带走 这样的做法对于张小芹来说 也是非常残忍 让她至今都无法释怀 然后她母亲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然后她说 既然当时你们一定要把小芳给抢回去 然后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事情都不要去找她 因此小芳在爷爷去世之后 辗转被几个亲戚收留过 亲戚们受不了小芳到处乱跑的习惯 最后都不管她了 小芳从小到大缺少父爱母爱 或许她在派出所能感受到大家对她的关爱 心里便把派出所当成了自己的家 加上陈索和民警们都对她格外关照 小芳每次跑远了回不了家 就会找人打110报警 让陈索和其他民警去接她 珠澳派出所的民警 又是一天要出警几次 村民们都看不下去了 看到小芳的生活如此糟糕 她的母亲工作一时又做不通 孩子没人照顾和管教终归是不行 陈索和同事们就想了个办法 现在因为实在是没人带了 给联系了一个养老院这种性质的 然后在那边 因为目前在那边住的还是挺好的 采访当天 陈索带着我们前往小芳所在的养老院 专门去看望了她 你出来吧 你出来出来 不要怕 但是这一次 她却不愿意见她的民警表哥陈索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小芳觉得这些天 自己在养老院表现得不太好 她担心对自己最信任的陈索知道后 会批评她 所以拒绝见面 经过大家一番好言相劝 小芳终于安静下来 那好了 那你托我干嘛 你过来 他说没脸 没脸见你 没事 你为什么没脸见我 对不对 你还这样子 我看你在这里 我看你在这里 然后那么听那个院长叔叔的话 对不对 然后这里吃得好 睡得好 又听话 然后我觉得你那表现挺好的 你有什么 没脸见我了 对不对 如今尽管小芳来到养老院不久 但是她的生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 状态也在逐渐变好 那就是像她过来 有些东西我们就是 在跟她聊天之中 聊天的话就是 想她的想法 就会告诉阿姨 还有知道她的一些兴趣爱好 这些都是跟她沟通的比较好的 尽管小芳如今的生活 算是安顿了下来 但是在采访中 我们能够发现 小芳对父母和家庭生活 强烈地渴望 就是要想接妈妈 小芳住在养老院里 生活和安全暂时都有了保障 但是小芳需要妈妈 父母的教育是常人无法替代的 陈怂一次次地去找小芳的母亲张晓芹 希望她能够多看望小芳 张晓芹始终不答应 那个早上我去过路里了 然后你那近期有没有去看过她 我问她没过夫 她想过多事 那早上我们去路里 那个队的小芳头 她说她想妈妈了 我都想没过夫 听到张晓芹找各种理由 拒绝看望女儿 在场的人都觉得非常奇怪 面对陈总和记者的劝说 小芳的母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她说不去看小芳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自己工资低 工作也实在太忙 张晓芹所在的工厂虽然能保证工人 每月有两千到三千的收入 但是因为近期工厂的效益不比从前 工人们有很多空余时间 然后她说自己整天要忙着上班 你看她现在才几点钟 她就下班了 她说要回家 她其实是出去玩的 对吧 我也不是谴责她 我希望她能够通过这个事情 认识到自己 了解到自己 能够真的多抽出点时间 去陪陪女儿 陈总也明白 小芳的母亲之所以这样对待 自己的亲生女儿 根源还是在与多年前 和小芳爷爷的那次矛盾上 看来打开她多年的心结 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陈总 到我什么关系 他姑姑娘拿走 到我什么关系 他姑姑我手里拿走 当时不管怎么样 你们那大人之间怎么吵 还是被鞋缠走了 但是他当时没有选择的 他当时小 他当时没有错 他当时那么小 他选择不了自己 陈总的话让张晓芹的情绪 慢慢平复了下来 陈总知道张晓芹 是担心要她承担起抚养义务 也理解她生活的不义 小芳满世界乱跑的习惯 确实也难以应付 为了打消她的顾虑 陈总告诉她 目前小芳的生活 有公安和政府部门的帮助 而她只要去多关心 多看望女儿 孩子就很高兴了 不要把女儿当做一个负担 我们希望作为母亲 你也很困难 你那赚钱也不多 时间也很忙 她没说想爸爸 她说想你了 你懂吗 她说想妈妈了 每次我过去看她 她也很开心的 但是我过去看她 和你过去看她 是不一样的吗 我看十四 二十四 以不了你去看一次 面对陈总苦口婆心的 开导和劝说 张晓芹的态度 终于有所松动 最后她答应了陈总 她会抽时间去看女儿 抽时间去看她 然后让自己去玩 去哪里玩 拣拣小芳的时间 把时间伸展出来 去陪她好不好 好吗 好 五年来 陈总坚持照顾帮助小芳 一件件看似不可能 办成的事 在陈总的努力下 一一实现 小芳是不幸的 但她也是幸运的 因为她有不离不弃的表哥 陈总关心帮助她 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这些年来 小芳也似乎成了 陈警官最牵挂的亲人 当前社会上 还有很多一些 被我们遗忘的 或者我们还没有 关心到的一些 落实的群体 落实的对象 需要我们社会的关心 公安机关 作为人民的保护神 我们肯定要担当在前 走在前面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习治国教授 欢迎习老师 民警们那么尽心尽力地 去帮小芳 我们确实很感动 但我们也要问 小芳的状况 是谁造成的 谁要承担责任 我们首先实际上 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问题 首先不是一个 法律的问题 我们来说 我们从小芳的声势来看 如果小芳的父亲 是终继守法的 是清劳的 是为这个家庭着想的 那么这个小芳的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小芳的爷爷 如果不是硬从 小芳的母亲手里 把这个孩子硬给截走 割断他母女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许小芳的生活 也不至于发生 今天这样的事情 那么再接下来 就是小芳的母亲 也一样 尽管他的爷爷 把孩子截走了 他心里有乐器 但是这个乐器不应该 落到小芳这个孩子的身上 如果事后找到他 他能够及时地 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小芳的生活 也许也是幸福的 小芳的妈妈 因为跟爷爷闹矛盾 就不管这孩子了 这理由能成立吗 这个理由 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民法总则26条 明确规定 这个父母 是未成年人的接护人 父母应当 对未成年人进到抚养 教育等责任 那么因此 无论如何 小芳的母亲 她都应该 承担起结婚人的责任 应当对小芳进行 养育 教育 保护 照顾 那么不管什么原因 都不能进行推迟 否则就违反了 她迎进的义务 当然我们说 接护也是一种权利 不只是义务 我有接护 我的子女的权利 别人也不能侵害 像小芳的爷爷 倒是敲行地 从小芳母亲手里 夺走孩子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侵害了 小芳母亲的接护权 小芳的母亲 现在自己 又有新的家庭了 而且小芳目前的状况 我们得承认 这是一个 喜欢到处乱跑 不太好管的孩子 那如果孩子的监护人 在行使监护权方面 他的能力确实 有所不够 那像这样的孩子 还有什么机构 或者还有什么人 可以来帮助他吗 这个未成年人的 所在地的 包括居民委员会 聪明委员会 以及民政部门 就必须要 承担起接护责任的 那么但在本案里边 我们来看 他的母亲 还没有达到 完全上司 接护能力的程度 对 那么他应当还要有 接护的义务和责任 以及对他抚养的义务 但是他的 如果生活确实困难 同样民政部门 也要通过社会保障等机制 来帮助他 救助他 救济他 使他能够过一个 正常的生活 不能只是把权力 义务强调一遍 把孩子送回到他身边 就不管了 对 故事的结局令人欣慰 小方的生活 现在有了着落 他的母亲也答应 会尽到作为母亲的责任 给孩子更多的温暖 这个结局在很大程度上 得得益于陈耸 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 正是有了他们这群亲人警察 小方以前那种 糟糕的生活状态 才有了极大的改变 而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则必须履行 抚养照顾孩子的职责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 小方那个从来不露面的父亲 能回来尽自己 做父亲的责任 最后我们祝福小方 希望他在大家的关爱下 能够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习老师 参与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